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师父 各位居士 各位大德 各位三知事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到天台 中派教学 观心论书第五讲 我们昨天讲到 见顿秘密不定 话语事教 现在我们讲到第二十九问经文 问官自身心 云合之事教 各开出事门 及一切法门 那这里呢 云合之事教 各开出事门 那事教这一边呢 是指呢 障通别言 这个法法 事教 前面 这顿见秘密不定 在我们天台中称为 话语事教 话语事教 是依佛编 而说 那这个顿见秘密不定 是依众身边而言 那最主要呢 就是讲说呢 佛应激说法 那说法的内容 法的内容呢 这里我们就用 般若三观 来做示意 那简练一点 那这个障通别言 我们呢 障通二教属于界内 别教属于界外 这个呢 原教法界呢 这一边呢 就属于法界 那障通二教 在这一边 我们就代表呢 这个二圣行人 那别教呢 就是属于界外 这个菩萨 那原教 就是属于法界 那这个界外的菩萨圣 我们要叫做 大圣的全教 那原教呢 我们叫做实教 相对前面的小圣而言呢 实则藏教啊 我们也可以称为 是什么 小圣的全教 通教呢 通教呢 是小圣的实教 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 那就变成大小二圣啊 都有他的全实之说 那藏教呢 我们最主要配合波勒三观 这一边是从甲入空观 那从甲入空观 最主要是在讲 这个僧文人的智力 如何断生时正涅槃 这一边再讲智力而言 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西空观 西空观我们呢 就是用四项说 用四项说 这个体空观呢 就是属于一离而说 那这是属于界内 那界外呢 全实二教 别教我们叫菩萨圣 原教呢 称为佛圣 那别教这一边一样方便 方便呢 就是在讲次第观 那次第观 套用波勒三观 就是从甲入空观 从空入甲观 中到第一观 那在次第观呢 这里最主要在讲 界外的菩萨行 在讲菩萨 这个断生时 正涅槃 不住涅槃 繁入三界 利益众生 这一边在讲呢 菩萨正空 不住空 首先要正空 所以呢 基本上这一边呢 是从空观开始讲起 空观开始讲起 所以别教我们讲 通别源 那呢 次第三观里面 吻在甲观 意在 中到第一观 那顿根的菩萨呢 必须要先做什么 一提起用 这边甲观 这一边呢 是一提起用 那这个甲观呢 最主要是在什么 下化众生之用 那下化众生之用呢 最主要就是要什么 上求佛道 成就佛道 所以一提起用论 的目的是在入到 体用相极论 我们可以这么讲呢 这个比较简单 容易了解 但是在别教里面呢 这个经文里面 大部分都是在讲 假观 这个菩萨行 菩萨呢 这个功德 在讲菩萨的功德 下化众生 然后呢 他本身 必须要具足 哪些定会 那所以呢 别教这边 文在 假观 意在 中道观 那原教 这个法界 原荣观 又称为 一心三观 这边讲 一真法界 原教佛圣 又称为实教 真实说 唯一真实 那在这边 文在 双飞 意在 相极 昨天我们也有讲过的 这个生文 正空 而 祝空 菩萨 正空 不 祝空 这里都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 空性 所在 还有一个空性 所在 到了原教呢 这一边呢 唯有 法界 连空 亦无 完完全全 就变成什么 是法界的 自体用 那 这一边 一心三观 当中 文在 双飞 意在相极 讲法界的本体呢 非生实 非内盘 讲这个本体 空无生 再讲这个空无生 无生当中呢 空无一物 没有生实 也没有 涅槃 但是 因缘 合合 他会 献祈 献祈是指 法界本身 自己的 献祈 那献祈 就有什么 生死 有 生死 生死 涅槃就代表什么 他的生魅 他的生魅 然而生魅呢 这是法界的 献祈 同时 魅也是 怎样 法界的魅 生魅都是 法界 那这边 文在双飞 意在相极 那在这里 这里是指 这个佛所说法的 内容 内容 那这里 法语 释教 使者 跟前面的 法法释教 是在配合 这个如来一代释教 这个五十说 五十说 我们讲 这个 画语释教 跟法法释教 实则 是在 全世内 这 如来一代释教 也就是 天台中 判为 五十教 主要的 内容之说 当中的 画语释教 跟法法释教 这个也是 他中 所说 所没有的 这个就只有 天台中 才有 那 这里呢 我们 配合 如来的 意趣 宗旨 之说 那 意趣 宗旨 之说呢 这个也是 他中 所没有的 所以在我们 中国 这个中派 里面 这个天台中 讲这个 如来一代释教 是最为圆满的 那我们看到 这个如来一代释教 花园 欧含 方等 般若 花花 涅槃 那 配合呢 这个五十教 里面 我们就用 尖 但 对待 来说明 他法义的 内容 那 如来的意趣 宗旨 花园 说 佛 出城道 为四十一位 法身大事 说 圆满的 修多罗 那 兼 未 未误入的 菩萨 这个顿根的 菩萨呢 别开 行步 赤地 十二圣行人 如龙 肉牙 油盐 不见 射弩生 油耳 不闻 圆顿教 此教 唯利在大根 小根 都不用 那这一边 这个 佛出城道 为四十一位 法身大事 说 圆满的 修多罗 圆满的修多罗 就是圆教 所以这一边 花圆是什么 圆教 未未误入的菩萨 别开 行步 赤地 行步 赤地 就是属于 赤地观 赤地说 那就是 别教 所以这里 圆 间 别 我们在 圆间 别 这两教 那花圆 这个 又称为 顿教 顿教部 以花圆为代表 以花圆为代表 那因为花圆 是 出说 是 本教 佛一开始就讲 一真法界 一佛圣之理 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 接成佛 所以 这个顿 他讲 本顾 初顾 就是本教 初说 所以花圆 我们称为 顿教 法伐 是最后 这个第五识说 第五识说 他不是本教 所以也不是出说 所以我们称为 圆教 圆教 就圆满教 圆顿 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 这个 说法的时间 次第不同 所以我们有 圆顿 之分 那 跟着 欧函 欧函 所有的经中 除了欧函 是小圣 其他的 都是属于 大圣经 所以欧函 但 但 三藏教 欧函就只有一个 藏教而已 其他的 都不说 方等 方等 大圣的 出门 方等的对 对半 明满 那 此时 佛说法 此时 佛说法 在 这个 劝发 菩提心 谈偏 赐小 叹大 包园 否为 二圣行人 强重 大圣 善根的 种子 欧函 最主要讲 小圣法 佛说 欧函的目的 最主要在 断生时 正内盘 入正 性空 无生实相 不受 后有 为 终极 究竟 这里最主要是要讲 如何 断生时 正内盘 这里 藏教行人 最主要在讲 这个 从甲入空观的 戏空观 如何 断生时 正内盘 不受后有 不再来 三界受生 为 终极 究竟 之说 断烦恼 就可以了 烦恼以后 要做什么 这个不讲 此教 为例 在小根 大根都不用 这里只讲 僧文法 这个 大圣菩萨法 这里是 方便说 所以大根 都不用 这里最主要是在讲小圣法 那 这个 断了烦恼以后 跟着 这个 讲 方等经 方等经 对半明瞒 对着小圣 说 大圣 这里在说大圣 最主要 让生文人 发起菩提心 换句话说 也就是什么 回小 向大 这里法说 通教 这边 共般若 我们讲的是属于 体空观 体空观 进入到 伊里说 那如来 说法的目的 最主要也就是一样 这一边在 断生时 正内盘 入正 空性 无生 这个不受后有 为 终极 究竟 那 前面 欧函 断生时 现在进入大圣 讲这个 慈悲心 大小二圣 不同的 就是慈悲心 这边开始 介绍菩萨 前面菩萨 留后论身 这一边开始 菩萨 地地 断 后 那 这个烦恼已断 佛 劝 这个 二圣行人 这个 应该 烦恼断除 应该要发起 这个 菩提心 这个 众生 迷亡 你烦恼已断 那应该 发起菩提心 度化众生 这个 行菩萨道 将来 成就佛道 所以 但是 此时 身份人 以小圣的角度 来 看待 这个大圣 那 小圣的角度 来看待 大圣 是以什么 欧寒经中的 菩萨圣 不是方等经中的 菩萨圣 因为欧寒里面 我们开三圣 声闻 圆觉 菩萨 那菩萨呢 是 留后论身 菩萨留后论身 所以声闻呢 讲呢 只不过呢 我们的 入道不同 所修法门不同 跟着呢 跟着呢 我们所断 是一样 我们所正呢 也是一样 为什么一定要发菩提心呢 那我们讲 在欧寒里面呢 三圣行人 这个声闻人 观苦地入道 观苦地入道 修 四六度 这个发心呢 所修法门都不同 但是三圣行人呢 同断 见诗 同正 涅槃 同样 不受 后有 那这一边呢 欧寒 佛说法的目的 就是让众生断烦恼 是不是一定要成佛呢 这个不需要 所以这个也引发 这个佛 说法的目的 到底呢 是成佛呢 还是断烦恼就可以 所以这个呢 有引发后来呢 这个尤其是维世宗 他们就讲 这个佛说呢 三圣是十 一圣是方便 所谓的三圣是十 一圣是方便 这个是依什么呢 小圣来讲 只要断烦恼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行菩萨道 道的法 法就讲什么 一圣是十 三圣呢 是方便 就唯有一佛圣 无二一无三 就只有一佛圣之法 连方便的全呢 这个菩萨圣 多非真 只有一佛圣 才是十 那所以呢 这个经典不同啊 这个儒来的意趣宗旨 法义呢 也不一样 那维世宗所说的 这是在戒内 所以呢 戒内最主要以断生食 正内磅为主 所以他们就讲呢 这个是怎么样啊 这个三圣是十 一圣是方便 那这个呢 都要依什么 法义跟儒来的意趣宗旨 才能够知道 那呢 这个小圣 这个僧文人啊 依小圣的角度 来看待大圣 所以只不过入道不同 法门不同 所正是同 那为什么一定要发菩提心呢 为什么一定要行菩萨道呢 这个佛收法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断烦恼就好了嘛 那菩萨 这个所正 我也正 菩萨有了功德 我也一样有此功德 为什么一定要行菩萨道呢 那早早的赶快呢 解脱不是很好吗 那我们讲 在维摩解会上 这个僧文人 受到论难 有口不能言 没有菩萨的呢 这个辩才无碍 这个天女散发共阳 声文人 身上 早满 香化慢 那不是讲 菩萨 所断 你也断吗 那声文人 习气未断 所以身上 早满 香化慢 那菩萨呢 花落满地 那 狮子座 一来 菩萨 每个人上座 唯有 声文人 不得上座 那不是讲 菩萨 所有的功德 你都有 那为什么人家神通自在都能够上座 为什么声文人坐不上去呢 那这一边呢 就代表了原来菩萨圣与声文圣的功德 是不一样的 你说菩萨所断 你也断 菩萨所正 你也正 菩萨的功德 你也都有 在这里表现 完全三圣行人 原来呢 除了见师或所断是同以外 剩下的功德呢 完全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这里也凸显出 这个小圣和大圣 功德不同 所以在这个维摩节经里面 加设尊者就讲了 若是有人发心 看见此菩萨的功德 再也没有人 会学习 这个声文法 所以他感叹 我等于大圣法中 犹如 这个什么 这个 焦雅 这个拜总倒是没有讲 里面经文是焦雅 后来我们讲说焦雅 焦雅跟拜总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才叫焦雅拜总 那这个是加设尊者 感叹 看到 这个大圣菩萨的功德 跟这个小圣 所正的功德 这个实在是差太远 那为什么讲说呢 那为什么讲说呢 这个阿罗汉 这个于大圣菩萨道来讲 如这个焦雅呢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取证阿罗汉以后 再也不在三界受身 不再来三界受身 那就不能够行菩萨道 不能够行菩萨道 就不能够成佛 那所以呢 他感叹 那我们呢 既然不在受身 那这个样子 于大圣菩萨法来讲 就有如什么 焦雅拜总一样 那对 那这个是以小圣法来说 若是以大圣法来讲 那这个僧文 可不可以回小向大 行菩萨道呢 说是可以的 说是可以的 但是呢 虽然是可以 但是在这个阶段啊 不说 方等到般若 多不讲说可以 到了法法 才说可以 这个到法法 所以呢 法法又就是干路 干路能够让人起死回生 神文人 灰段已经这个认为 不能够再受身 对不对 这个到了法法 讲一真法界 生死及涅槃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起死回生 所以我们才叫做干路妙药 然后才能够呢 同入法界 同乘佛道 这个是到了法法 神文人 才得救的 所以才会成为严满教 那这一边就是什么 方等 那在 谈偏赐小 探大包园 那佛为二圣行人 强种大圣 善根的种子 为他种下呢 这个大圣善根的种子 那什么叫做 种下这个大圣善根的种子呢 也就是说啊 让他发起对大圣菩萨功德的 仰慕之心 仰慕之心 内心发起仰慕之心 借内心有所祈愿 那有机会他想不想学呢 这时候他就会想学 所以发起这个仰慕之心 就是种下这个善根的种子 那这一边可以讲说什么 强种 强种 所谓的强种呢 就是不管你啊 这个喜不喜欢 为你种下这个善根 为你种下这个善根 将来才能够成就佛道 那这一边呢 虽然强种善根 那怎么知道强种善根呢 说在此啊 文骂不称 他有没有生起称慎心 没有称起称慎心 那此时烦恼已断 所以呢 也没有生起称慎心 那这个佛为他强种善根 将来还要再怎样啊 调手进一步 这个引入呢 这个一佛圣之道 让他成佛 所以这个呢 调手众生啊 要能够射受 要能够射受 所以在维摩解经里面 室外弹合 室内射受 这个菩萨的方便法 所以呢 这个是菩萨的大功德力 那我们一般呢 凡夫可不可以这样子 这个儒是调伏众生呢 不可以的 你不但不能够调伏啊 而且双方更真称慎之心 这个就变成了 这个已经没有种下善根 而且互相结怨 这个就不行 所以这个我们不可以 模仿菩萨的功德 不可以这个样子 那这一边呢 这个方等 所以方等的对 对半明满 对着什么 对着障 明怎样啊 通别源 所以这里有四教 明通别源 那般若 般若的代 代通别明源 那在这一边 如来的意欺宗旨 在淘汰 融通 淘汰 三人同听 菩萨读尽 读菩萨法 方等呢 这个欧函教化的对象 正化声闻 旁化菩萨 这个方等经呢 最主要在正化菩萨 旁化声闻 这里呢 方等经讲 贡萨 贡萨这里 有立根的声闻人 听闻大圣 然后断剑师 断剑师 那这个是属于 文大物小 文大物小 因为他只 见空 不见 不空 所以贡萨 那到 菩萨这里呢 就变成 完全讲 菩萨法 读菩萨法 佛说 菩萨经 为声闻 圆解菩萨 三人同听 那这个声闻人 能知能信 不能行 不得的意 成为淘汰 那这个触发心的菩萨 听闻菩萨经呢 能信 能受能行 但虽然能行 是一个生死凡夫 所以虚假方便 虚假方便 就是什么 赤地观 必须要 假计赤地观 那才能够 入到这个圆融 所以赤地的目的 就是入到圆融 所以淘汰 融通 就是由赤地 向圆融 那般若 最主要在讲这个什么 假观 在讲假观 那般若 般若 这一边 菩萨 立根 那这一边 完完全全 都是讲什么 大圣法 那大圣法 一开始就是讲 空 无声 这个诸法的本言 所以在这一边 菩萨的带是带什么 带通别明元 讲空性的用 空性的用 那所以呢 有一体起用 还有呢 体用相及 所以菩萨为体讲用 所以就有通 通教 空性 是他的体 讲他别教的用 跟原教的用 所以这里 带通别明元 那通别明元 通代表呢 空观 别代表假观 目的在入到 原荣观 原荣观 所以前面我们讲 文在假观 意在中道第一观 文在假观 这里在讲菩萨 断生时 正涅槃 小圣叫涅槃 大圣叫空性 那菩萨正空 不住空 下化众生 下化众生的目的 就是在上求 佛道 入法界 那这里就是呢 这个别教 最主要在讲的 菩萨行 那这一边呢 般若代表 菩萨行 那法伐这一边 我们叫 纯缘独庙 那菩萨行的目的 最主要就是要 成佛 入法界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这个法伐 完完全全讲 亦佛圣之理 这一边是怎样呢 纯缘 那讲到这一边的时候 如来在讲这个什么呢 唯有一真法界 唯有一真法界 当中 没有法界里面本体 没有生死 没有涅槃 那法界的限期呢 生死即涅槃 这一边我们讲 体用相极论 那前面 葬通别 都有生死界 有涅槃界 到了原教这里 只有什么 一真法界 就没有 所谓的我们讲的 所谓的涅槃 所谓的空性 就只有什么 法界 就只有法界的限期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花言 花言我们都没有讲 对不对呀 花言在这里 我们都还没有讲这个 对不对 那实则花言 佛出说 圆满的修多罗 就是讲这个什么 一真法界之礼 一真法界之礼 那为顿根的菩萨 别开行步次第 就是在讲这个假观 如何入到 中道第一观 所以呢 这里花言 我们就没有展开 那就变成从这一边 葬通别言 做开展 那是 那如果如是这么说的话 那实则 花言 这一边就是从怎么样 一真法界 实则这一边就是变成 一真法界 然后怎样 开出这个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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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法界观 开出这个什么 次第观 所以这一边 前后一开始 花言的法界观 到最后 法法 原教的法界观 本末 究竟 一如 那所以 依佛编来讲 依佛编来讲 使者是由什么样 由一真法界 由一真法界 开出界外 开出界外 然后界外 再开出界内 那行人 是从怎样 是从界内 到界外 断生死 正内磐 再由怎样 不住内磐 再入三界 消化终身 再来上求佛道 后来入到什么 原来只有什么 一真法界 只有一个什么 一佛圣之理 那经典在这一边 这个法法经 跟他经的不一样 法法经 是完全站在 佛的角度来说 所以我们称为 一佛圣之理 一佛圣之理 他经呢 就完全站在 众生边而言 这个很重要 法法经为什么讲 说是属于 一佛圣之理呢 因为它是站在 佛边 所以讲的 就是完全如来的 智慧功德 那他经就是 依众生边来讲 那众生的根基不同 所以就有 站通别远的说法了 那佛是以正者 所以就完全讲 义佛圣 那法法经呢 这一边也可以讲说 讲法法经的目的 在唱佛本怀 所谓的唱佛本怀呢 在讲什么 开示误入 佛之之见 说如来 一大事因缘 出现于是 所谓 开示误入 佛之之见 那开示误入呢 那开方便法 误入一真法界 那这一边 就是我们 透过这个调手 这里呢 就变成有条手了 见出 见中 见后 佛说 欧函之后 断身时 跟着 这个是见出 见中呢 讲方等 在劝发 菩提心 谈偏赐晓 叹大包园 跟着波人呢 讲如何行 菩萨道 这个声闻人 回晓向大 那行菩萨道 那菩萨道的内容呢 所学到底是什么呢 跟着呢 行菩萨道的目的就是 这个 入道 佛圣 那所以这里有调手 见出 见中 见后的调手 那见就是代表呢 赤地观 所以我们讲说 赤地的目的 最主要像 圆融 那当中的秘密不定呢 散步在各教 都有秘密跟不定 那法法呢 非盾 他不是出说 非剑 他不是赤地观 他是 一心三观 圆融观 非秘密 他是显入的 说一佛圣 不说三圣法 前面讲三圣法 然后这边 一切众生 决定成佛 不是不定 这里讲一佛圣 大家都听一佛圣之理 对不对 所正都是同 将来皆成佛 是决定之说 所以法法呢 非顿非见 非秘密 非不定 那到了涅槃 涅槃呢 这一边可以讲说 圆满呢 佛一生 这个 首应肚者 皆以肚气 为肚者 以作得度的音言 就是留下这个佛法 得度的音言 那这一边 涅槃 也为五千退席的众生 做最后的会归 重开 这个世教 一一会入 常驻佛性 那之前 这个福利 谈长 重新讲 重新讲戒律 为末法的众生 破灾 换戒 多恶道 重新 讲 以戒 为师 若是能够 这个 延迟戒律 将来 不多恶道 能够保持 善根 可以学习佛法 那依佛所说 这个呢 这个 重开 世教 藏 通 别 源 所以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皆当成佛 所以涅槃这边 开的世教 藏 通 别 源 这个世教 那所以呢 我们再看这个 话语世教 跟法法世教 实则 话语跟法法世教 就是在解释这个什么 五十教 当中 又有 这个 如来的意气宗旨 还有跟这个什么 要说这个 法义 内容 主要内容的 会归 那如是呢 我们用这个 话语世教 法法世教 来讲说呢 如来一代世教 也就是呢 这五十教 那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讲下面的第三十问 跟着我们来看到 这个第三十问 经文 问官至圣心 云和于四教 四门 十六门 作论 通 中 经 那这边 四教 实则 我们每一个教 都有四门 来 四意 那四门 四教 我们看这一边 藏教呢 开有门 空门 亦有亦空门 非有 非空门 那通教 开四门 这里通教 比较特殊的 他用的是什么 一切实 一切不实 一切亦实 亦不实 一切非实 非不实 别教呢 他用 跟藏教是一样的 有门 空门 亦有亦空门 非有 非空门 元教呢 也是一样 这个有门 空门 非有 这个 亦有亦空门 非有 非空门 那四门当中 藏教 大部分呢 都是用 有门 比较多 为顿根的人讲 大部分啊 都是用 有门 比较多 那哪里知道呢 这个空门 亦有亦空 非有 非空 他也是属于 同属欧函 对不对啊 那这个 后面别教 元教也都有啊 那哪里知道呢 那 在这一边 我们就讲 我们透过 这个前面 这个天台教学 教理自断 行为 因果呢 这八个呢 这个定义 来讲 你要看他 他到底是讲呢 二地理 还是三地理 他断 剑施 还是断 陈沙 还是断 吴鸣 如是来判断 你才知道 不然呢 这个哪里知道呢 他到底是讲 哪一个教啊 对不对 他这个有一个共通性 共中有什么 不共 所以呢 我们从教理自断 行为因果 来判别 哪怕你是用怎么样 亦有亦空门 还是非有非空门 都好 都要看你 你到底是断什么烦恼 你讲二地 还是三地 你所证的呢 到底是一切智 还是道总智 还是呢 一切总智 那如是我们就知道 原来呢 他到底是在讲 哪一个教 所以欧汉呢 为顿根的人讲法 我们这个凡夫呢 这个声闻讲法 大部分都是用 有门 来作为说明 比较多 这是他的特性 那通教讲吴生 这个藏教呢 讲这个俗地理 这个通教呢 讲这个真地理 所以大部分 他都是用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空门来讲 用这个空门来讲 一切不实 他会用空门来讲 用空门来讲 别教呢 讲到这个界外法 别教 他讲的是 次第观的甲观 从空 入甲观 所以大部分 他用的是什么样呢 一游 一空门 一游一空 空代表内盘界 入三界 三界 甲游 所以一游一空门 那原教大部分呢 讲这个什么 法界观 他用的是什么 非游非空门 闻在双飞 亦在相及 所以呢 这个 你要透过 这个波德三观 波德三观里面的 从甲入空观 对不对 一体起用 所以一游一空门 然后呢 原教的特性在相及 这个法界观 闻在双飞 亦在相及 所以他大部分用的是什么呢 非游 非空门 那四教 行程就只有四四十六门 用这十六门呢 来讲说呢 一切经论 那这个也就是按照他的特色来讲 那这个也就是按照他的特色来讲 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那可以讲说呢 你要看他的特性来说 用他的特性 那这里就是四四十六门 作论通宗经 跟着呢 我们来看到三十一问 三十一问 经文 问官至身心 云和 助灭定 普入使法界 广力 诸众生 这个 助灭定 灭定就是 灭静定 也就我们讲的 灭受享定 这个 四禅 八定 出禅二禅 三禅 四禅 跟着上气呢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非详 非非详 跟着上气就是呢 灭受享定 也就是说 所谓的灭静定 所谓的灭受享定 受享 就代表心 这个时候呢 心再也怎样 不动 心再也不动 心再也不动 这个代表怎么样 这个自心一处 这个外臣界呢 再也不能够 让他起心动恋 虽然如是 但是能够菩萨 能够不住空 普入十法界 入十法界呢 广力一切众生 那这边就是在讲呢 这个菩萨行 这个菩萨 那这里的菩萨就有呢 别教的菩萨 还有呢 原教的菩萨 跟着我们看的三十二问 经文 问官之身心 云和之仕途 用教有真减 普利一切众 仕途 在这一边仕途 我们就配合呢 这个三界 来做说明 首先 这个生死界 生死界 又叫做 武趣杂居图 还是叫做 凡胜 同居图 武趣杂居图呢 这个武趣 就是指这个武道 欧修罗借以善恶道 那他没有讲 就变成五道 若是有讲 就变成六道 所以武趣杂居图 就代表呢 生死界的 这个六道的众生 那就是讲 武趣杂居图 这一边就纯粹 就是杂 就是杂燃 杂燃 那呢 在这个 生死界里面 六道生死 轮合的众生 但是呢 有圣人 来度化 有圣人来度化 所以呢 圣人要度化众生 就必须入 生死界 入生死界 所以生死界里面 就变成有呢 有圣人 有圣人 所以这一边又叫做 凡圣同居图 凡圣同居图 那圣人入三界 四线 若是度化人 就四线呢 人生 就度化人生 若是呢 这个四线来度化 出生 那就四线呢 出生生 那所以呢 在这边 这个我们 这个丛林就称为什么 这个龙蛇混杂 又叫龙蛇混杂 说这个龙跟蛇 在一起 同一个龙子里面 这个差不多 看起来就差不多 都是爬行类的动物 但是一放开以后呢 说这个龙啊 能够腾空 能够飞翔 不同于蛇 就是在地上爬 这个不一样 那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生死界里面 我们凡夫一看去呢 实则 圣人跟凡夫啊 难以分别 看不出来的 都一样 但是必要的时候 圣人能够显现出呢 他的功德力 不同于凡夫 那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生死界里面 我们又称为 凡圣同居徒 那界外内盘界 界外内盘界呢 我们就称为 方便有余徒 这边称为方便有余徒 方便有余徒呢 这个就是让什么呢 让这个生文人啊 这个生文断生时 正内盘 断生时正内盘 不受后有 不受后有 说呢 这个时候 居住在界外 这个叫做 方便有余徒 方便有余徒 那这一边呢 这个 在法法经里面 我们又称为 化成 我们又称为化成 跟着呢 这个就是法界 法界我们就称为 时报 庄严徒 还有呢 常 极光 净徒 这个都是属于呢 这个法界 那界外的方便 有余徒呢 这个方便有余徒呢 除了生文守居 也有什么 也有菩萨 在这边呢 有生文 有菩萨 这个方便有余徒呢 我们在讲 这里是二圣人 断了烦恼 这个守居的地方 那我们也可以讲呢 他们在这边享受 这个什么 极美的法乐 那当中呢 这里也有菩萨 这里也有菩萨 那这里的菩萨呢 学这个怎样啊 这个 这边 受佛的教化 学习 这个 从空 入 假观 这个 下化 众生 下化众生 所以我们不是 上一谈有讲 有四教的佛 有没有 四教的佛 这一边呢 有这个 藏教佛 对不对 这一边呢 界外呢 这一边呢 有这个什么 通教的佛 通教的佛 所以成佛像呢 这个不一样 所以我们成佛像 前面讲 七宝菩提树 天衣为座 对不对 现呢 这个 列圣应生 天人像 那呢 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 三圣行人 三圣行人 这里共住 所住的呢 方便友谊图 都是 以断烦恼的 圣人 以断烦恼的圣人 那以断烦恼的圣人 那我们讲呢 这个僧文呢 自不自在 僧文呢 这个欧罗汉 欧罗汉断生死 所以他 于生死 是自在 圣觉呢 断了烦恼 于生死 是自在 但是到了界外 界外呢 他自不自在呢 这里就是我们在讲 这个通降 在这里 菩萨学的 我们讲呢 学的是 在这里菩萨学的是 从空入假观 菩萨从空入假观 菩萨正空不住空 学呢 从空启用 从空启用呢 从空启用 死者 是指什么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讲 空性的用 空性的用 表现在哪里 空性的用 表现在什么 神通 神通 那也就是说呢 僧文人啊 于界内自在 于界外呢 自不自在 于界外不自在的 于界外不自在 因为他正空 助空 不能够用 菩萨能用 能够怎样啊 一体 启用 所以在这边 学神通 那以前我们有讲过呢 若是三圣行人 同断烦恼 住在一起 那你说呢 这个要开饭了 开饭了呢 你看 时间一到 大家去吃饭 这个菩萨的功德 功德力 自在 一飞就过去了 身闻言解呢 不自在 他就会怎么 拿着波 用跑的跑过去 天天这么跑 他内心会不会向往 若是能够跟菩萨一样 那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啊 对 内心也会向往嘛 那向往的时候 有机会 会不会学习 会 他也会去请教 这个如何 我才能够像你一样啊 是不是 那你若是有此功德力 入三界度化众生 有没有问题 那就没问题啦 那就没问题 就可以自在 那所以呢 我们讲呢 在这一边 身闻人 是一界内自在 一界外呢 跟菩萨在一起久了 他会发现 原来自己 并不圆满的 并不圆满 不自在 所以他 有机会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就回小向大 就回小向大 回小向大 这个时候 也要从次第 空观成就 以后 跟着就学 甲观 甲观下话 众生的目的 就是什么 上求佛道 成佛 那这个法界 法界我们又叫做 实报庄严图 又叫做什么呢 长极光 净图 法界这一边 专门讲的 专门讲这个 佛圣 佛圣 那这一边 法界 实者就是我们 讲的 净图 就是讲的净图 那实报庄严图 我们这一边 实报庄严图 我们可以讲 这里就是属于 报身佛 那长极光净图 就是我们讲的 法身佛 那这一边 报身佛 是属于 这个 是 法身佛 这个法身 表现在这个 离 那也叫法界之离 就是我们讲的 所正的 法身 但是在欧海里面 你有讲到法身 一样 但是他的法身是怎么样 只有一个空 空性 不能够用 不能够用 所以 世教都有世教的法身 你不要看到 这个法身就也是原教的 这个也不是 我们要看他 这个里面 所讲的离 那这一边是指法界 这个法界 这个报身佛 报身佛讲着 教导菩萨行法界离 就中道第一关 讲这个中道第一关 那所正的 就是法身 那法身 实者他的表现 就是在报身 报身所依 就是法身 所以我们讲 正一分报身 就正一分 法身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相及 实者法身 即是报身 报身即是法身 那这一边就有仕途 我们仕途 就配合 这个三观 然后我们来讲说 这个声闻 圆觉 菩萨 佛 这世圣的关系 所以这里讲 云和之仕途 那仕途 用教 有 真减 真减 就是指 大小圣 大小圣的不同 普立一切众 来立一切众生 跟着我们看到 这个三十三问 经文 问官之身心 云和之此心 具一切佛法 无一法 出心 这一边讲 这一边讲 说 心具一切伐 无一法 出心 这个在前面 这个 观心论的时候 我们之前就已经有 示意过了 心 何为心 真实心 就是指 空性 无生 经论里面讲 子因是空 所以能生出一切伐 诸法不空 那一切伐将不得力 所以 空生一切伐 所以心 实者的真实相 就是指 这个 法界的本体 所以 这个心具一切伐 心即是法界 那所以心 实者就是在指这个离 那因为呢 实相离的不同 脏通 别人不同 所以我们呢 衍生出来的 所下的定义呢 那也都不一样 那同样的 同样的 这个脏通 别人的心不同 那所以呢 所说的法意呢 也都不一样 但是呢 一切 无不出以心 所以说 心生一切伐 那在这边要知道 心实者就是指 实相离 所以 只观到最后 也是讲说 问观心 都是讲观心 那实者 在观心里面 在天台杖里面呢 大家都是有翻页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最后就是观心 观心就是用什么讲呢 用 三观说 用三观说 那如何起观 就是用心嘛 对不对 跟着我们看经文 三十四问 经文 问观自身心 云和知此心 即平等法界 佛不度众生 佛不度众生 云和知此心 即平等法界 我们刚才讲 心的真实相是什么 空性无生 既然是空性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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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法的本体 都是空 那平不平等呢 平等嘛 对不对 我们讲 这一条 手经的本体 是空性无生 这个粉鼻 也是空性无生 桌子 是空性无生 我这个人 是空性无生 你们大家呢 也是空性无生 既然大家都是空性无生 所以平不平等 平等 说既平等法界 佛不度众生 那时候佛不度众生 是不是叫不度呢 度与不度 看行人 这里呢 应该呢 我们讲 依理说还是侍说 以理说来讲 佛安住在法界 所以呢 虽度众生 但是怎样啊 心守住是空 那佛所正是法界 是空 众生虽然迷亡 未证 但是众生的本体呢 也是空 对不对啊 所以 空 有没有办法度空 空也没有办法度空 那依理说 空也没有办法度空 那依佛所正 虽然众生不空 对不对 那呢 佛所正 是安住在法界空性中 所以他度化众生 他有没有所得 他无所得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也是空 那依理来讲 那佛呢 有没有度化到众生 因为他无所得 无所住 所以他也不觉得 有度化众生 那死者众生呢 众生也皆自度 佛只不过是一个什么 住元 启发者 住元启发者 就像说我们上课 我们讲课的时候呢 讲课 讲课到底呢 这个 若不是自己 这个努力 去这个融通他 这个讲的人 有没有办法 就让你 融会贯通 这个没有办法的 实者佛只是一个什么 住元 只是一个住元 度与不度呢 都是在于自己 那依四项说 佛度化一切众生 这表现在什么 慈悲心 佛有慈悲心 这个度化一切众生 那实者就是以法界观来讲 这一切一切都是 法界性的 自体用 那佛是属于法界 对不对 我们也是法界 法界度不度法界呢 是不度的嘛 对不对 所以 依理来说 佛不度众生 依四项来讲 那就度化一切众生 所以这里 依真地说 依真地说 无烦恼可断 无佛道可成 依四项说 依俗地理来说 有烦恼可断 有佛可成就 那一样的 依真地理来讲 佛不度众生 依俗地来讲 佛却度化一切众生 所以这里经文 就是依什么呢 依法界的本体 真地理来讲 说佛不度众生 却度化一切众生 我们看到 这个三十五问 经文 问观至圣心 云和之此心 法界如虚空 毕竟无所恋 如何知道 法界如虚空 法界 为什么跟虚空一样 如何才能够知道 如何才能够知道 法界如虚空 如何知道 入禅定 才知道 那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入禅定 那知不知道 知道 听文 你怎么听文 你怎么听文 佛说 佛怎么说呢 佛怎么说呢 佛怎么说的呢 佛怎么讲 不要太钻牛角尖 一定要记住 所有的一切 法 都是安利 私设 乃至呢 这一个人我 都是一个什么 假名 安利 私设 那这一些 法 乃至法界 从哪里来 都是一个什么 观众因言 所生法 观众因言 所生法 法界 法界 既然是空 既然是空无声 那你如何 形容这个法界 这有没有办法形容 这个没有办法形容的嘛 对不对啊 那如何说这个法界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人我 因为有你有我 我们要沟通 为了表达这个法界 所以把这个空的无声 才搞出一个法界 那使者这个法界 可不可说 诸法不可说 诸法不可说 这个就是空性无声 那假名 假名所说 假名是安利私设的 假名安利私设 私设这个法界 为什么要私设法界这个名称呢 就是因为什么 有你有我 那我们透过这个名称 才知道你在讲什么 对不对 那实者 他的真实相是什么 众因言 所生法 对吧 所以法界 如虚空 虚空也是一个什么 名称概念 也是一个名称概念 那空无声 毕竟无所谓 毕竟无所谓 那虚空 空呢 就没有所谓的时间 空间的限制 所以我们讲 横遍十方 树穹 三计 然后 第三十六问经文 问观自身心 云和无文字 一切言以断 即然无言说 问观自身心 云和无文字 说这个实相之理 非言语之所能够形容 所以 这个经中讲 言语道断 心形触媚 对不对 如人淫水 冷暖自知 所以说什么 即然无言说 那这个是什么 所正的境界 那这个呢 你看在维摩解经里面 维摩解经里面 到最后呢 这个维摩解记事 默然无言 那维摩解记事的 默然无言呢 虽然默然无言 但是有没有说法 有啊 前面不是各个菩萨 各个神文 说自己的不恶法门吗 对不对啊 此说就代表怎样啊 那也是维摩解所说嘛 对不对 那世外的弹劾 是不是有所说 对啦 也是代表无所说 有所说 虽然讲说无所说 但却怎么样啊 收尽一切法 一切法 一理来讲是无所说 那这一边呢 讲到这一边 第三十六问 就是正中分 所说的三十六问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讲下面的 下面的流通分 我们继续来看到 下面呢 现在我们讲的是 流通分 那下面所说的是 流通分的开始 我们看着经文 经约观一炼 至身心 略起三十六问 这个是讲说呢 承接上面所说 上面呢 一炼至身心 然后呢 发起了这个三十六问 使者呢 大家若是呢 这个细心一点的看的话呢 这三十六问 它是有一个铺排的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呢 这个我呢不晓得 大家用心一点 你看呢 从第一问 有没有 大家我们呢 再翻回去看看 第一问的时候呢 是在讲什么呢 在讲这个 十相之理 一开始讲十相 所以在 云和事不生 离戏论真直 有没有 这里就是要 荡处一切法 入呢 这个十相 无生之理 第二个呢 就要讲什么呢 云和是模型 有没有 这个夜烦恼 所系 这边在讲 失货 跟着呢 第三问 讲这个外道 逐渐烦恼 这里就是在讲 见货 见事恶货 就是我们三界 生死流转之货 跟着 讲到如何出世间 第一个 浊度 第四问的浊度 就讲到什么 藏教 第五问呢 这里 巧度 就要讲到 体空观的通教 有没有 第六问呢 这一边 别教 求常住佛国 这边讲别教 第七问 讲呢 原教 这个法界观 讲了法界观之后呢 跟着 讲了原教以后 那如何 修行入原教呢 这边就讲了 有什么呢 四三昧 这个方法 先讲方法 那 第九问 就讲他的什么 四三昧的 全方便 你想要修行 修行要讲呢 全方便 所以我们就讲有什么 二十五方便 那二十五方便 之后 这里就讲什么呢 第十问的时候 讲三观 十法界 有三观 就是一心三智 一心三观 第十一问呢 这边讲 十法成圣 观什么呢 观身受心法 那 十法成圣呢 最主要我们呢 运作的方法 那 第十二问呢 这一边 在讲 正入法界 他的功德 第十三问呢 这一边在讲 如何成就六度之行 这边讲六度 因为呢 成就佛道 的目的就是在 度化众生 那 第十四问 就是在讲什么呢 如何化他 六度在 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所以要用怎么样啊 有六通 六通 最主要目的在怎么样呢 四色 四变 然后 度化众生 那 度化众生 成就的功德呢 在什么呀 三十二向豪 成呢 真应二身 要成佛 必须要向豪 那这边也可以讲说 像我们套进去藏教 六度行满 跟着就是什么 种三十二向豪 跟着第十六问呢 云和 具实力 实力这边在 赞叹 佛的功德 佛的功德 有实力 事无所谓 第十七问 就讲 十八 不共乏 这边都是讲 佛的功德 乃至 第十八问呢 大慈 大悲 善念处 就讲佛 的功德 佛的功德 从前面讲呢 这个实力 事无所谓 十八 不共乏 大慈 大悲 那 跟着 第十九问的时候 在 成就众生 敬佛 国土 二十问的时候 在讲呢 如何建立 清净道场 如何专严 菩提树 用什么 定会 来专严 定会 一如 那 第二十一问 这边讲 如何 降摩 外道 这个 天摩 外道 另一切众生 归尽 三宝 那第二十二问呢 在讲 这个 四种佛 来 度化众生 跟着 二十三问 成佛以后 再怎么 转法轮 所以 转 四教 二十四问的时候 再讲 四 涅槃 四种佛的 圆满 那第二十五问的时候 再讲 四教 果同 但是呢 功德不一样 那这边有 共般若 和 不共般若 所以呢 仕途天气同 而 泛色 有益 好 也就是说啊 同正 涅槃 同正 空性 但功德 不同 二十六问的时候 二十六问呢 在 洞悉 一切法 那一切法呢 的根源 在于什么 法界 那所以 一切法的根源 根源于法界 在讲根本 诸法的根本 那二十七问 用这个怎么样啊 这个 四西谈 立一切众生 二十八问的时候呢 讲到 这个 话 以 四教 那如何 化导众生呢 如何 说法呢 用话 以 四教 那所说法 是什么呢 二十九问的什么啊 法法 是教 那呢 那讲这个 法法 是教里面 他的法门呢 第三十问里面 又怎样啊 各叫 开 四门 四门 有门 空门 亦有一空门 非有 非空门 又各开 四门 四四十六门 跟着呢 再讲呢 这个慈悲心 讲这个慈悲心 诸佛菩萨 诸魅禁定 然后 入十法界 普利一切众生 三十二问的时候 再讲 这个 仕途 也就是说 这个菩萨 的诗话 得以 在仕途里面 分别有 大小圣 的说法 来离一切众生 第三十三问呢 讲 一心 具足 一切佛法 心 是一切法的根本 心 就是离 法界离 三十四问 这一边 再讲 众生 本具 众生 本具 所以呢 此心 平等法界 佛 不度众生 那三十五问 再讲 法界 本体 是空 所以法界 如虚空 毕竟 无所恋 那三十六问 虽然 无说 无恋 但是 却 说尽 一切法 再讲 他的怎么样 体 用 究竟 智德 兼备 所以 死者 智者大师 这三十六问 里面 也可以讲说 他是有一个 次第性的 同 断烦恼 然后 这个 有 世教 这不同 然后如何 化倒众生 究竟 严满 这讲到 这个法界 所以他是有一个 铺牌的 上面所讲的 就是 正中分 三十六问 最主要 所说的内容 下面 我们看到 流通分 流通分 就是什么 劝化 流通 劝导 大众 大众 那我们看经文 说 问外观心人 哨三百种 事不断绝 所以 经文 问外观 行人 外观 行人 就是指 外道 外道 这些 修行者 及 以九相 修 眷属 以及 这些 禅修 九修的 屠众们 行四种 三昧 四种三昧 上次讲过 就是 常行 三昧 常坐三昧 半行 半坐三昧 和 非行 非坐三昧 那外道也好 还是 这个 九修 常观的人 也好 说 必 观心者 这些人 若能 一一通达 若是能够 来 上面 所问的 三十六问 若能够 怎样 通达 能够了解 无碍的话 当 身心如佛祥 我们应当怎样 身心如佛祥 就 犹如 世尊 应世一样 亲近 受行 如 世衣也 它值得 我们来 亲近 学习 就像 什么 世衣 世衣 这里 有 不同 的 说法 也有 大小 甚至 所一 这不同 首先 我们讲说 他讲说 依法 不依人 所谓 修道者 当以 教法 为所一 不可 以人 为一 那你说 我们出学的时候 到底是依法还是依人 我们回想起来好像 我们都是依人 我们都是依人而学 当然 这个 是在指什么 初学不懂 当然是依人而学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透过学习 好了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以后 这个时候 慢慢懂的时候 这个时候 到底是 依人 在学习 还是依法 在学习 这个就出现一个 很大问题 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初学不懂 当然 我认识谁跟谁去学习 对不对 但是呢 不可能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透过一年 两年 三年 而且这一边听 东边听 西边听 对不对 南边听 北边听 对不对 听久了之后 慢慢会觉得 有的讲的比较圆满 有的讲的 确实就多 那在这个圆满跟缺失当中 我们会发现 到底哪一个好 但是呢 当你发现 好像南边 比较好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去南边学 但是我出学的时候 是在东边 我的出学是在东边 但是我又发现 好像南边 讲的教理比较严满 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 舍弃东边去南边 会不会 这个很困难 很困难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讲 这个 素洗的 因缘 这个有一个素洗的因缘 这个素洗的因缘 也未必讲到过去式 这个有时候有过去式的因缘 对不对 那也有怎样 金式的因缘 未必完全都是过去式 就以怎样 金式的因缘来讲 对不对 我跟这个东边的人 刚开始我是在那边学习的 我在那边学习的五年 现在我才到南边去 结果发现南边比较好 但是去到南边 虽然说好 但是那里 但是东边是我过去所学 那 愿不愿意去到南边 很难 很难 为什么呢 凡夫啊 这个凡夫的什么 意志力 很薄弱 意志力很薄弱 再来 凡夫有什么 嫉妒 诽谤 你在东边学习 现在你跑到南边 东边的这些人怎么讲 你这个背叛师道 哪有学习佛法 说这么讲的 对不对 那有没有很多都这样 会啊 你这个背叛师道 对不对 违背你师父 好像要下第一一样 他今天去学习佛法 又不是学习偷盗 对不对 讲得好像无二不赦一样 那因为呢 凡夫啊 很会发起这个嫉妒 这个诽谤 所以有时候我们 明明知道南边比较好 但是我们敢不敢去 又不敢去 哪怕去要怎样啊 偷偷的去 千万不要让人家知道 一被发现以后 后来敢不敢去 再也不敢去啦 对不对啊 不要说在家人 连出家人都这个样子 追杀你 都一样的 所以这个 很难 很难 那除非你有很大的什么 意志力 对啊 你要有抵抗力 对啊 骂就骂吧 对不对 除非你有很强的意志力 好 被骂呢 当消灾 除非你有办法 而且消不是消一次 哇 这个天天大家这么骂 这么说对不对 讲得这么难听对不对 到底这个压力 可不可以承受得了呢 万一承受不了怎样啊 只好返回怎样啊 东边都 就变这个样子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意志力呢 很难 很难 再来就是怎样啊 我们这个什么样啊 觉悟力 这个觉悟力 过不过不够强 有所有这个觉悟力 但是没有这个意志力 也不成功 明明知道 南边 这个 讲得比较好 对我将来有帮助 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但是呢 又怕东边骂 所以又不敢去 对不对啊 所以 这个我们凡夫啊 大部分都是什么 依人 不依法 依人不依法 都是这个样子 好像练旧情一样 所以呢 这个学习佛法 有时候不可以讲这个人情的 不可以讲人情 世间 可以讲人情 这个佛法里面 学习这个呢 不可以讲人情 这讲人情以后 这讲错了 就变成就没关系了 对不对 这怎么可以呢 讲错了 你说没关系 这个不可以的 所以这边呢 第一个 依法不依人 这个 事一当中 第一一就打倒了 你懂不懂 这个很困难的 这个很困难 在现实当中 真的实在是太困难 那第二一呢 说什么 一了一经 不依怎样啊 不了一经 所以了一经呢 就是指什么 初世间法 初世间 不依怎样呢 不了一 就是指怎么样 这个世间 不依世间法 要依怎样呢 初世间法 但是一般我们都是依 初世间还是世间 对啊 我们都是依世间多 依处世间呢 这个少 那说依依不依于 依不依于 你要依照这个什么 法义 这个于呢 这个于又代表什么 文字 要代表文字意啊 那也就是依什么呀 依依 依真地理 不依这个怎样啊 不依俗地的这个什么 文字语言 不依这个文字语言 应该依在什么 这个真地理 那 第四 依字不依诗 字呢 这里是指什么 柏仁 柏仁慧 所谓的 是呢 就是指意识 分别心 字呢 是指 柏仁慧 什么叫意识 分别心呢 这个在这个 这个在这个 这个柏仁经里面 当中 这个 世尊跟欧兰的 对话当中 然后 世尊呢 就告诉欧兰 你问的是 大圣法 现在你还是用 怎么样 用这个小圣意 再了解 那小圣意呢 就是用什么 意识分别 这个因缘法 用这个因缘法 实相 实相实者 是不是因缘法 空性无生 非因缘法 空性无生 你说空 空是 如何 和何来生 空不生空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实相 空性之理 非因缘法 但是欧兰 就是用什么 意识心 什么是意识心呢 意识这个心 就是用我们 根 成 和何 是其 生心 你若是用 这种 心 那这种 就是叫做 意识心 那这种意识心 它会起什么 分别之心 分别心 那换句话说 意识心 是分别心 那般若会 有没有分别 不分别 那如何不分别 就是指它的本体 空无生之慧 那个才是不分别 那所以它不是透过怎样 思维 所以你一动 一思维 动 则 乖 就不对了 那我们的一般 的学习 都是透过怎样 思维 分别心 所以残观 他们讲什么 直观 就不是用 这种 思维 分别心 在说 那这个是 依小圣的说法 依小圣的说法 的事一 那跟着我们讲什么 大圣的说法 大圣的说法 那大圣 一样 说怎样呢 依法 不依人 依法 不依人 持法 是指什么 大圣 法 是指大圣 法 那依了意 不依 不了意 所谓的了意经 就是指什么呢 大圣经 那不了意就是呢 小圣经 你所读诵的经典 当读诵 怎样啊 大圣经 不依怎样 小圣经 你看 现在 在我们的汉传里面 尤其是进来 很多人都讲欧函 专门讲欧函 那在中国里面呢 汉传佛教 为什么不讲欧函呢 大有包含小吗 小呢 没有包含大 所以呢 讲了大圣经 有没有包含小圣经 就有包含小圣经了嘛 那你讲小圣经 有没有包含大圣经 就没有了嘛 就没有包含这个 大圣经了嘛 所以在汉传里面呢 一向以来 为什么不讲欧函经 那现在为什么大家 讲这个欧函经 大圣法义的没落 再来 大圣法义不明 不明以后这个时候 就转入为小圣 为什么呢 小圣一看 好像马上就懂 大圣呢 这个经文那么长 你看这个小圣经文 对不对 挖挖挖挖挖挖一下子 不用十分钟 人家就已经送经送完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大圣经典 短一点的 至少也要送个怎样 差不多一剪多要多久 四十分钟 才可以 对不对 而且搞那么长 到底是讲什么 这个就有一个问题的 看不懂 那小圣欧函经呢 十分钟 很快就容易了解 对不对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 十分钟能够讲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 对不对 去掉前 去掉怎样啊 续分 对不对 去掉后面的流通分 中间的正中分 那十分钟又去掉 去掉前面跟后面 那剩下中间 那剩下中间呢 剩下几分钟 七分钟 还是六分钟 对不对 那你说六七分钟能够讲什么 那是不是要讲的什么 很简单很简单 让你看就懂 对不对 但是你也想错了 因为太简单太简劣了 所以重要的有没有讲 对重要的反而没有讲 他反而是怎样啊 轻轻带过 因为你要求怎样啊 马上看得懂 你马上看得懂 那可不可以讲太多 不行 就像呢 有人问你 什么是菩萨道 问你菩萨道 你一想就想到什么 六度 对不对啊 这个六度一讲 那要讲多久啊 我没有时间听你讲那么多 要讲六度 对不对啊 这个要讲下去要讲多久 可不可以简单一点 那简单一点就是什么 你都做好事了哦 那就变成 以后就变成什么 行善就等于菩萨 行善就等于菩萨道 你说对不对啊 对了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前面讲的 牛奶里面灌了很多水 对不对啊 虽然也有牛奶的成分 但是这个水灌的太多了 已经什么 失真了 变成你对法义 可不可以真正了解 反而没有办法真正了解 所以一般人呢 这个代表什么 凡夫的觉悟力啊 意志力是很差的 这个代表你的数息 对不对啊 是很差的 你只要听闻呢 这个善行就是菩萨道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就认为这样是对的 对对 至于呢 六度的内容 就管他的什么 啰嗦的什么 这个不要了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变成呢 又为法义了 又为法义 所以这个现在 这个大圣经典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 学习读诵 这个也代表呢 法义的没落 大家不知道 那至少以前呢 至少以前古人 他也不懂 但是至少他知道什么 深重善根 所以人家还是一样 读诵大圣经典 虽然不懂 对不对 人家还是读 跟现今呢 不同 所以这边 依了益经 就是什么 依大圣经典 所说为准 依大圣经典 不依怎样 小圣经所说 依不依于 依怎么样呢 依这个什么 这个可以讲说 依为言大义 不依呢 这个文字义 依法义为主 那这个义呢 这个为言大义 这个义呢 也代表怎样 这个中到 低义 中到低义地理 为主 那换句话说呢 所说 依法界观为主 那依字 不依事 字 这里当然 是以怎样 这个佛字 一切总字 不依 事心 起分别 这个事 就变成 不依怎样 不依小圣会 来做说明 那这一边呢 事依是依法说 事依法说来讲 那若是依我们位阶来讲呢 小圣也有事依 我们依小圣的呢 这个果位来讲 依小圣的果位来讲 这个能够让我们作为依规 依就是依规啦 这四种人 第一个 第一个 行人就是指什么 侍国 证得侍国的人 这个欧罗汉 欧罗汉是以正者 对不对 以正者呢 他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 这种人经验最道地 对不对 成就欧罗汉 然后烦恼一断 这种人是第一种人 最好的 但是第一种人呢 容不容易找得到 容不容易找得到 这个 难见难遇 哪怕遇到了 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死者 你说呢 去参访善知识 对方到底是不是真善知识 死者呢 死者呢 你听说所谓的大师 对不对 现在的大师就是寺庙大 对不对 钱财多 就变大师了 好了 那你去参访这个大师 那这个是不是真正大师呢 有没有料呢 那从何得知呢 有没有人 去拜见大师是去请法的 几乎 好像都是去送钱财的 有没有啊 是啊 哇 你看 去拜见某某佛佛 对不对 人波切 大家都是怎样啊 都是去送钱财的 去拜访某某大师 也是送钱财的 有没有真正人去问法 对啊 好像很少很少很少 那你怎么知道 他是真正大师还是假的呢 第一个 你自己本身 一定要有一定的内涵 第一个 你要有禅修经验 所以禅修经验呢 那你的腿功要好啊 对不对 你要时常打坐啊 你腿功好 时常打坐 那你坐久了之后 内心 有所不明的地方 内心不明呢 你不要理他什么不明 你的生理的反应也好 你的法医的问题也好 因为你有怎么样啊 实战的经验嘛 你时常打坐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有所体悟 这个时候 你才可以去问大师 第二个 你没有实战经验 没有禅修经验 没关系 至少你要懂经教 你要懂经教 你懂的经教 我对哪个地方 虽然我学了经教 但是呢 有一些经文某一段 我实在不晓得 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拿取这一段经文 怎样啊 去 请教大师 那大师可不可以呢 一般 你有实战的经验 他就是 有专门禅修过 他就大约知道 你的问题 是在哪里 他就有办法回答你 而且回答你 还是怎样啊 你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有这种 实战的经验嘛 所以你所问 他只要有做过 他知道 他有办法回答你 还是呢 你问经文 你问经文 他懂得教理 他会告诉你 这里这个是在讲什么来的 那讲的呢 那若是他讲的 问禅修也好 问教理也好 好像他打的呢 都答非所问 有没有这种啊 有 这么多点回答呢 可见这个大师就有问题了 懂不懂 这个就是真的是寺庙大 钱财多的大师 因为没有实战经验 没有实际的内涵 他没有去禅修真正的经验 也没有怎样啊 真正去深入教理 所以就变成呢 打非所问 打非所问 以前我去跟人家学习的时候 那个法师都讲 你证了以后就知道了 还什么讲 证了以后就知道 我问教理嘛 什么证了以后就知道 那这个样子呢 不是都不用问了吗 对不对 那讲课的话呢 就是讲了 你证了就知道 那这个经文呢 还怎么讲呢 那不用讲了嘛 等你去证了以后才知道 这不是的 可不可以说 可以的 可以说的 讲的对不对呢 那实则 你自己有实际的禅修经验 还是有真的学习教理 他一答 你就知道 他到底知不知道 所以很多呢 你可以发现 打非所问的 那这个代表呢 这个 就真的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那这一边呢 我们所依的 第一个 四国 四国行人 是我们最好的 若是没有的话呢 就要怎么 三国 第二一 三国 第三一就是什么 证得出国 二国的行人 那万一圣人 找不到怎么办呢 圣人 难遇 除了我们本身 有很大的问题以外 对不对 我们若是 这个内涵太差的话 遇到圣人 有没有用 死者也没有用 他教你禅修 你坐了十分钟以后 腿就马又痛 哇哇叫了 你说你遇到 欧罗汉 你有没有用 这没有用 他教你禅修 你根本 腿弓都不行 怎么教你呢 教你等于是 浪费他的时间 这个也没有用 懂不懂 所以 我们刚才讲 你去 拜访人家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要 一定的内涵 才可以的 不然去探访人家 拜访人家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再来 去拜访人家 千万不要问 有很多人 都在 法师啊 你到底是 修什么的 修什么法门的 人家修什么法门 干你什么事 对不对 喜欢问 你出家多久了 怎么问这一个呢 你说对不对 你问人家 写什么法门 出家多久做什么 你应该什么 问你的问题 对不对 你要问你的问题 所以探访人家 要注意 你不要乱问 懂不懂 所以你只要什么 问你的问题 问你的问题 人家怎样 回答你的问题 你不需要人家 你到底是学什么的 所以有时候 人家这么问 有时候我也 我也不喜欢 有时候 我也会跟他讲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你就问 对不对 你管我学到哪里 你关心你的问题 我可以 我回答你的问题 不行就算了 对不对 你关心人家 写什么法门的 弄什么的 这是人家的事 谁怎么问代表 很不礼貌 懂不懂 很不礼貌 那圣人找不到 退而求其次 找什么 未断烦恼者 未断烦恼者 内凡 内凡至少 他有进入修行 对不对 他懂得经教 内凡的人 懂得经教 懂得怎样 禅修实际的法门 这种人也很好 这种人也很好 但是这种 遇不到的 只好怎样 外凡 刚刚学习 这个我们也懂不多 对不对 我们知道 那一个人 好像已经学习了七八年了 对不对 他可能懂得比较多 跟着他问问 学学 这个 我有这个样子 所以能够找到 第一等的 四国是最好 第二一 三国 第三一 就是出国恶国 再不行的话 就外凡 内凡 那万一再不行 懂得 明相 能够介绍我们 看什么 哪里有经书好拿 有经书可看 那也可以 这个没有办法 当中的办法 对不对 唯有如是 这个大圣呢 大圣这里的四一 这里是指什么呀 指这个原教 指这个原教呢 佛圣而言 指这个原教 所以我们有出现这个什么 无凭 地 指位 是以原教来讲 那讲呢 这个十地菩萨 十地菩萨呢 这个十地是从出地开始 是从出地 从出地呢 到十地 这个是怎么样啊 第一种人 这个是第一种人 唯有我们所依 因为他以 我们讲大圣 以入法界 正入法界为主 对不对 所以此人呢 以正入法界 这一种人 是我们第一 第二种是怎么样呢 实行 实回向者 实行实回向 这是我们的第二一 第三一是怎么样呢 初注 这个十注 这比初注应该讲十注 十注的行者 是第三一 那 无凭实行位 是第四一 第四一 那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 以正则 以正则 正入法界 正入法界呢 这里为什么是初一呢 这一边最主要 我们讲法界观 这个 体用 相及 这是我们要正入的 那他呢 那他呢 已经正入了 所以对 此理 能够呢 不但是 知道 而且是 以正 这一种人 最为我们所依 这个第二一呢 实行这一边 可以讲说第二一是什么 这个一体启用 这一边假观一体启用论 一体启用论是体用相及论的前方便 所以这一种人呢 就是出地 以正则 这个找不到的话 这个实行实会项 这个一体启用论 这是我们第二种人 最好依词的 因为呢 一体启用论 是体用相及论的前方便 那这一种都是有怎么样 实战经验的体用论 再不行就找到怎么样 出注者 出注为怎样 第三一 第三一 第三一的行人 那实行 无品地职位 这里是属于什么 第四一 第四一 刚才我们这边提用相及论 是用什么 用别教 来 借着别教 来讲这个什么 原教 那原教呢 出注就怎样 就入法界了吗 对不对 出注时候就入法界了 那入法界的时候 若是以断烦恼来讲 当然了 这个出地的菩萨 入地的菩萨 当然胜过一切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我们借用别教 来讲这个什么 原教的功德 那这一边呢 注节里面又有讲 又据涅槃论的记载 初欢喜地为初一 六地为二一 八地为三一 十地法云地为四一 涅槃论呢 这一边用十地来讲 十地来讲呢 十则他这边是借用什么 借用这个什么 通教 借用通教来做说明 用通教 那通教呢 通教的话 出地 这个出地用不用欢喜地 他是不用欢喜地的 他只是出地是什么 干慧地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一边呢 用的是什么样呢 他用这个 这个十地 但是他出地又用什么 欢喜地 那没有关系 那这边是怎么讲呢 出地欢喜地 这个六地二一 八地三一 十地是四一 这一边我们配合通教来看 通教来讲呢 十地 是属于佛地 八地呢 辟知佛地 六地呢 六地是属于什么 这个三果位 离弥地 出翻喜地是什么 外凡 是外凡位 那呢 所以呢 这一边 这一边 我们可以讲说 到了三果 这一边是怎么样 空观 我们配合呢 通教能见空 一能见不空 对不对啊 然后用 这个 通别源 来讲 那这个 照道理讲 七地 七地四果 正空观 对不对 七地四果 正空观 八地呢 更亲习气 对不对 有时候 这个呢 假观 他写在八地 有时候写在呢 九地 菩萨地 都可以 这边呢 标在第八地 能够不住空 这个能够呢 开始利益众生 地四是佛地 这里代表呢 中道观 所以这里就有什么 通 通怎么样 别源 这里入到别教 然后呢 这个十地 入到原教 通通别源 共般若 和怎样 不共般若 所以可以的话 这个十地 这里十地 入大圣 对不对 这里呢 照道理讲 这里是最好的 初一 八地 假观 这是什么 第二一 空观 第三一 若是不行呢 到外凡 一样 第四一 当然呢 初一 二一 三一 四一 你可以掉转来讲 也可以 只不过呢 若是呢 圣人 对我们来讲 是怎样啊 是最好的 对不对 应该摆在什么 初一 但是这个注解 有时候 每个人用法不同 习惯不同 所以没有关系 那这一边 就是指呢 这个 四一之行 四一之行 那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先来做回向 我们大众请合掌 愿消 愿消三藏 诸烦恼 愿得 智慧 真明了 不愿 罪障 惜消除 四四 常行 菩萨 当 不愿